杀了 对 上路老鳄鱼 不会太受影响 草丛里还躲了一个蜘蛛 这下异道没有异道 再见鳄鱼 不送 拜拜 前期蜘蛛的游走 有一个特点 就是基本上是 你要被异道的话 是很难走掉的 是啊 异的时间很 控制时间很长 而且蜘蛛的爆发也很高 这个蜘蛛真的是 干可能力很强 对 小醒目的 他的招牌英雄就是蜘蛛 玩得很溜哦 对的 王森是来上路守一下塔 吃点经验 但是被蜘蛛打得 蜘蛛一直在点 蜘蛛顶了一下塔 蜘蛛打起来好疼哦 对 他打 他这个伤害是都附带了 百分比生命值的伤害的 所以说这个伤害 一般情况比较稳定 而且会有比较高一些 维恩终于是把这个补兵数 补回来了一些 但是他还是会被拉 拉这个石刀差不多 而且奥巴马这边能不停的补喇叭花的小喇叭花 他的这个补兵也是有水分的 你看着他领先要石刀 说不定石刀都是拿花 拿花补的吗 对 补花补的 算了 用花补总比那个随缘补刀法好吗 随缘补刀简直太厉害了 只有在暑假期间 你才会碰到 瞎说我就是啊 你也是随缘补刀的人啊 一份子了 嗯 以前是 相信缘分 现在好多了啦 但是经常现在会出现 哎 怎么没补到还是 对 怎么最后一下还不是我 老是这样 我们看到下落这一波 又是盲松的一次游走啊 成功的又再一次击杀到了这个捷拉 嗯 然后把这个游戏打回去了 这个在丢了FB之后 颜先生这边有点一蹶不振啊 悲剧 现在感觉带了AP的符文的盲松啊 是特别牛气 对 从此以后就要走上了主流的舞台 他在告诉大家 其实盲松就有个人这么玩 是 而且盲松的这个异技能拍地板 嗯 他是魔法伤害 然后他这套符文有法穿 然后拍地板的时候 还能多拍你十滴血二十滴血 这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其实啊 这个赛温师马 这一会盲松已经不知道自己的世界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哇这个盲松你看 中楼又再一次 哇 这个盲松已经逆天了 对 这盲松说符文带的好不好 不要紧 我这盘节奏带的好 是 关键是受操作 这个酒桶你别看他蹲厚蹲厚的 对 他这个人头也 盲松这个非常这个厉害的这个带节奏 我还以为他要浪到塔下墙下的蜘蛛 他肯定要跟蜘蛛 他跟蜘蛛是说 不怕的 哥的护盾多十二点 是 而不止十二点 说不定如果带了一点 法术成长符文的话 那没有 那他应该是 是个护甲魔抗 然后法川和这个 十五点法强 是的 不怕 哥多十二点护甲 十二点护盾 小安丽 而且盲松的这盘发挥的这个优秀也是 感觉就是让蜘蛛的这个存在感有点稀薄了 除了上路那一波有走 没有就是被这个带错符文影响到 对 这一波的话 偷